天塔的全名是天津广播电视塔 在广播电视时代 它是天津人民文化生活的主导者 而在互联网时代 广播电视相继没落之后 它仍然是历史的见证者 一切革新和建设都源于需求与不满 天塔就是这么诞生的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人们只能通过书报电视 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但在那个年月 天津电视台的信号发射塔 根本撑不起大家看电视的需求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 都知道满电视的雪花 是多么让人烦躁绝望 在大众的渴求之下 天津电视塔拔地而起 历经三年的岁月 终于在1991年正式竣工 这直接带动了电视贸易 彩电一时间变得无比抢手 来自整个世界的影像 被汇聚到天津电视塔中 再被传递到千家万户里 成为了一家老小的期待 在那个时代 演员敢演 笑心敢说 作者们也敢讽刺 所以精彩的电视节目 如同雨后春笋般 层抽不穷 正是那个时代的宽松氛围 造就了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 现如今的我们 仍然能在残留的影像资料中 瞥见文艺黄金时代的余晖 30年的岁月 对普通人来说是半生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30年不过是转眼即逝的一瞬 在互联网的影响之下 电视和广播早已逐渐示威 但天塔的影响力丝毫不减 如今的天塔 是正八景的4A级景区 它连带着周边的天塔湖 共同成为了附近的知名景点 同时也是天津的著名地标建筑 30年前 天津人民通过这扇窗 眺望多彩的世界 而30年后 四方游客通过这扇窗 来了解热情的天津 时至如今 它仍然是天津连接四方的纽带 当初为了更好的发射信号 天塔被造得很高 它的高度超过了400米 但遗憾的是 我的无人机只能飞到100多米高 所以只能拍湖 不能拍到这座高塔的全貌 如果能登上天塔俯瞰风景 自然能像看沙盘一样 将偌大的天津尽收眼里 天塔湖盘的秋叶黄了 天塔湖中的荷叶枯了 但它们会在下个春天 萌发出新的生机 生命自有其法则 从来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天塔会以天津万花筒的身份 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延续这30年的天津之窗传奇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 解放 解放